就是像冤枉过你偷东西嘛 不就是别人说你是吃死人饭的嘛 不就是觉得自己坐过牢了 觉得自己敌人一挡呢 那我说今天就说 我把牢牢牢出来大懒咯 我需要的你喜欢二哥 你打的是我 我下个之后把它还上来 还上来太厉害了 变脸式的表演 我嘴 三哥 像苏宏铺一样有72遍 另一个告商找你 把车主观众们昏情节门口 摸摸走生意啊 我就扑了 请自己五里门口管你皮屎 选这个拍摄地的一个要求 这个三个关键字叫烟火器 这个注意中是武汉人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武汉这个地方 特别跟我们想追求的那种 影像上还有这个故事的 那个意象上的东西 非常贴切 我觉得是严丝合缝的 它有一种在人间的感觉 从人往来说 三哥这个人出来 我有一哥们就是这样 他就这么走路 他就是这么抽烟 他就是这么蹲着 他就是这么说话 你是上天专门拍了回老子 这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老子还不够倒霉啊 搓搓搓 搓搓老子 我以为我爱婆在哪个打猴子头 武汉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很多外来人口的一个城市 也是三哥的一个表演上的 给他表演上设置一个门槛吧 我们就需要他跟不同的人 跟他自己家里的人 跟纯粹的他的武汉发小 他得说纯正的武汉话 平安走过来虎乡 然后他跟这个外边的人 他要说一些这种弯管子的普通话 其实他的口音应该是 至少有两到三个程度的变化 总人帮忙两忙 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悬的 我心里有点没有那个安全感 我刚见他的时候 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牛的演员 有一个特别像我三点下的一个人 也是T字零寸 整个人就靠在那个车里 或者一眼发着一眼 他那个表演就真的是变脸式的表演 就像总共同一样有72遍 那个适配度我没有办法打分 我只是真的是觉得是惊喜 是乎乎我的意料的那种乌服 他突破了我们我们想象到的那个上限 他整个人他富裕了这个人 有混的一个外野 你咋被人吓跑我这儿的 你跑掉了怎么办 我的爸爸叫摩三妹 从人事上来说 小文实际上他不闻 三妹其实他也不是个妹子 我们就反衬了这个人物的他的性格 再者就是三妹他一直是觉得 他在他家里是被嫌弃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 为什么给他娶三妹 恰恰是代表着他爸对他的爱 是不想再失去他 是我们埋在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个彩蛋吧 我能做的还是一个商业电影啊 是一个大众电影 还是要谋求更广的一个受众面 我们从美术到造型到这个情形设置 我一直在说的 这就是和性深情 然后才有情有趣是更上一层的要求 我们经常有一些戏拍着拍着 我一回头发现场地在摩雅楼 然后那个制片人也在摩雅楼 说出的一种情绪是应该享受生活 应该珍惜生命啊 应该是好好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去见我想见的人 我就是一心人导演 做一个好看的故事 让大家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有一些共鸣 人生 去世 不打死 爸爸 咱俩够不够体面啊 那就好好告个人